那么灰指甲除了刚才他们说到的 这个变形变色变质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怎么去鉴别它呢 就是灰指甲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也就是说它是传染的 所以它是会逐渐增多 比如说我先是大摩哥传染上了 那么他传染了以后 经过半年经过三年 可能第三个指甲传染上了 可能第五个指甲传染上了 它一般因为是传染病 它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十个指甲同时被传染 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它一般是陆陆续续的发生 就像咱们那个广告词 是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点 它确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一些其他的假的疾病 比如说假营养不良 比如说指甲的营血病 比如说湿疹引起的指甲的改变等等 或者说是扁平抬险引起的指甲改变 它一般都会一下子就出现好多个指甲 可能一下子出现好多个指甲 还有一个就是那些指甲可能有好有坏的 所以这段时间好点 这段时间坏点 但是得了灰指甲一般都是越来越坏 越来越坏 它不会说是自己变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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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